這次我們來到澳門 第一件事當然是試試這裏的葡萄 我們去了當地出名的馬加烈餅店 等了10分鐘左右 終於買到新鮮出爐的葡萄 一拿出來買上很吸引 整個都是金黃色 酥皮很鬆脆 吃下去蛋香濃郁 而且都只是買11元 之後來到倚士廷前地 這裏充滿了歐綠色的建築 打開一樓 但是人比較多 所以我們進了市政處參觀 沿著樓梯上去會見到熱門的打卡聖地 長身的花紋成為很多人指定的打卡背景 接著我們出發到下一集 玫瑰教堂 它的外場以黃色綠色為主 和藍色的天空配合非常漂亮 裡面是傳統教堂的裝潢 但是它是開放給遊客拍照和參觀的 它已經有400多年的歷史 直到現在每個星期六都依然會用來進行微殺 在旁邊就會發現另一個景點 龍家大屋 和剛才截然不同 這裏是中國風的裝修 以前是勞士家族的住宅 後來家族沒落後就成為難民的居住所 到現在依然保留著生活的痕跡和擺廁 之後來到澳門世紀咖啡的元祖店 這裏出名的是它的炭燒咖啡奶茶和豬扒包 這次就叫了奶茶 它用小瓶裝著 方便外賣拿酒喝 喝下去是甘甜 但是不濃 之後我們還試了遠近前名的豬扒包 它會即場在我們面前煎豬扒 豬扒大快到飛出來 表面的豬仔包就控到外脆內軟 口感不會被豬扒掩蓋了 我們絕對會來再試一次 之後我們本身打算去大三巴 但是現場實在太多人了 所以帶大家看看負面的關前匯 穿過一條小巷之後 會來到一個寧靜的街區 在這裏可以感受到澳門當地人生活的氣息 走多兩步就會來到鐵頂號 我們就買了帶麻糬雞蛋仔來吃 它整餅金黃色的看起來多吸引 但是吃起來沒什麼味道就有點失望了 吃完東西要做一點點運動 我們就走上山看大炮台 走過一段短的樓梯 就到了一個好像花園一樣的地方 它有一列的大炮 背景是澳門的地標新普京 它曾經是澳門軍事防禦的核心 也是澳門最古老的炮台之一 之後來到金城義食店 這裏買的是蒲國咖喱雞米線 非常之便宜 30元一碗 而且份量很多 蒲國咖喱不辣 咸甜也適中 是我吃過暫時最喜歡的咖喱 去大炮台的話就記得順路來試買吧 最後一站我們去了江鼎劇院 它的外場很適合打卡 整體薄荷綠色的外場 多了一種去歐洲的感覺 走進去可以見到一個劇場 而旁邊的走廊設計純白乾淨 可以拍到一些很美的照片 今次我們的澳門之行就來到這裡了 喜歡的話記得過來看看 還在彈火 就加個字幕 不是KY的 ú bosses 但是相信 油 ów 我 可能 連